她是银行大老板最怕碰上的国会议员 她是金融风暴监管调查中最犀利的学者专家 她曾是哈佛大学法学院论文被引用次数最多 教学最严厉的教授之一 却在投身政治后摇身而成川普最呛辣的政敌 川普是一体沙白华伦 现任美国麻州民主党级参议员 过去半年美国总统大选初期前哨战中 华伦或许是热门名单上台湾人相对陌生的名字 但接下来的六个月 她极有可能成为初选开跑后 后来居上的川普终结者 甚至一举拿下民主党共主的头衔 挑战2020白宫宝座 根据八月底美国蒙莫斯大学所做最新民调 民主党阵营内总统参选人 已经从过去几个月拜登领先独跑 演变为三强鼎立 桑德斯 华伦和拜登三人支持率不相上下局面 虽然主持这项民调的蒙莫斯大学 承认单次民调结果不足以呈现趋势 但经济学人和YouGov网站 上周所做的另一项民调 也显现出民主党排名前三位的候选人 彼此距离快速拉近 差距在四个百分点之内 尤其在民主党党员自家阵营内部 华伦更倒赢拜登两个百分点 反映出走传统政治 中间路线的前副总统拜登 已经无法满足民主党内 左倾选民对激进改革的渴望 在川普向右靠拢造成的钟摆效应之下 有学者背景又充满民粹能量的华伦 突然间显得魅力十足 比一票男人更具总统像 华伦的改革理念和热情 来自于他的成长背景 而他的背景是一个美国中产家庭 在经济幸福中 努力安神立命却不可得 平凡又熟悉的令人不安的故事 家人为了生活与银行周旋的不堪记忆 让华伦投入学术领域之后 全新钻研破产法和银行法规 积极游说当局给贷款人更多的保障 而他在这个领域累积的住宿和政策主张 到了2008年金融风暴爆发时 就像是未卜先知 充满了真知所见 华伦加强金融监管的论述 成了后金融风暴时期 多项银行整顿法案的范本来源 当时欧巴马总统还为他量身打造 全新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 而除了具备学者的脑袋 华伦还拥有说人话的能力 能够将金色理论化为浅白道理 让《时代》杂志在2015年 以谁怕伊丽莎白华伦为题 点名他是全球百大影响力人士 我们会出现很大的厉害 我们将能够立新冠军 最后两个月 然后我们将冠军 军了一轮子 我们将冠军 我们将冠军 豆腐 军 产生 不负倣 我们将冠军 我们将冠军 这个升军 我们将冠军 我需要经芒 我们将冠军 确度 由学界转战政坛 华伦在两届参议员历练之后 2019年初宣布参选总统 加入角逐民主党候选人的行列 立刻遭遇来自对手和媒体的严厉检视 挖出他曾经自称身上带有 美洲原住民血统的失言丑闻 经过一段民调低迷期 老将新人上冲下洗 别人喊口号 华伦却秉持学者本色 一本一本政策大纲 不急不徐 颇上网 持续凝聚同问城的向心力 同时跟慈禧原本在拜登和桑德斯之间 举其不定的选民目光 要深而成民主党阵营内 人气攀升最稳定 组织动员能力和粉丝结构最扎实 能讲道理也能呛瞎的总统参选人 你建立一个工厅 然后它变成一个很厉害的 或是一个很棒的想法 祝你祝福 保持一个大红 在全球贸易摩擦四起美国 有可能陷入经济衰退的前景之下 英国金融时报分析 在川普率领的民粹极右派 桑德斯和华伦代表的民粹极左派 以及拜登的传统精英派之间 这有可能因为经济下滑 而上台掌控未来十年 美国政局的就是反资本 主张大政府全民健保 富人加税这一系列措施的进步左派 而从这个角度来看 川普的上台虽然让欧巴马 已降的政治社会进步态势 遭遇了重大挫败 但却也在同时激发出 2020年美国左派的反复能量 而这一回或许我们终将 见证白宫的女力崛起 My daddy ended up as a janitor but his little girl got the chance to be a public school teacher a college professor a United States senator and a candidate for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谢谢大家